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下午上了四個鐘頭的課 講到喉嚨有點沒聲音了 可是本來想要晚上早點睡覺的 結果九點多的時候 因為今天剛好在做一個特惠家的活動 就是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特惠家活動 所以就有很多人問我問題 然後有一個還沒有購買的學員 就用LINE發私訊給我告訴我說 問我一些相關問題 然後我跟他聊天聊一聊之後 發現他有很多很矛盾的現象 就是他想要去衝到事業 可是又一邊想著他在害怕的事情 所以一邊加油一邊踩煞車 一邊加油又一邊踩煞車 那這樣子我告訴他說 你這樣子絕對不可能做得好啊對不對 就好像你車子一邊加油一邊踩煞車 你車到底怎麼前進呢 那他還提出了一個問題跟我講說 自己的學歷不高 那學歷不高呢 會造成他在這個產業呢沒有辦法前進 那關於學歷這件事情啊 其實我覺得我的提論也蠻深的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很高的學歷 那我知道有些人他學歷真的很高 那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今天是出來創業 不是去當員工 所以今天你出來創業的話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單喔 你要找的是客戶 你要找的不是工作 你要找的不是老闆喔 你要找的是客戶 只要你夠專業的話 而且你比你的客戶專業 而且你能夠解決你客戶的需求 那你就是具有創業家的特質 你就可以當老闆 只要你的專業能夠符合客戶的需求 解決客戶的問題 那你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斷的再加強你的專業 然後不斷的去找出需要你的客戶 你就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不斷的去曝光你自己 找到需要你的客戶群 幫助那些需要你的客戶 解決掉他們的問題就好了 所以人家看重的是你的專業 能不能幫他解決問題 而不是你的學歷多高 看起來很好看 那學歷高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如果你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的第一關人家會用你的學歷去審核你嘛 可是你今天不是啊 你今天是出來創業啊 我們講網路行銷 網路創業其實就是希望 你自己提供你的服務去幫助到其他人 那只要做到這一點就夠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很久以前我就沒有去想過學歷這個問題耶 就是你只要去找客戶就好了 不要去找老闆一直去找客戶不要去找工作 那你的心態如果是用在創業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這樣子想 那你就不要有推路了 如果你今天有推路的話 那你乾脆就再繼續去念書好了 再繼續去拿學歷好了 如果你真的要再去找工作的話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我的年紀到了沒有辦法 或是我身兼素職沒有辦法 像我要當爸爸又要當兒子 那又要當人家老公 要照顧家庭 你就是沒有辦法再當下去完成很多 你當初在學生時代應該要念的書 那就算啦 有什麼關係呢 就算啦 你學歷並不是創業的保證嘛 那 重要的是你的專業夠不夠強啊 你有沒有用心在你 非常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既然你 對你的專業很有興趣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很多人是找不到他的興趣在哪裡耶 如果你對你的興趣真的非常有 非常的熱衷非常有熱情的話 那你就是一直把你的興趣弄得越專業越好 而且能夠專業到可以去幫助別人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就OK了 好不好 不要再一直想說我學歷不高我學歷不高 我學歷不高會阻礙我很多事情 其實那都變成了你的負面想法 那都不對 永遠保持正面的想法 永遠去充施你的專業 然後你就用力的去找到需要你的客戶 用力的去曝光你自己的專業 怎麼曝光呢 你要錄影片也可以啊 像我現在手機放著就可以錄啦 那你要寫文章也可以啊 你不會寫你拍照片也可以啊 反正你就是每天去做 關於你的專業的事情 然後去曝光你的專業 讓更多人知道你的專長 這樣就好了 好消滅 我好消滅 你好消滅 我要待問你 好消滅 再多一點 用力 你可不令人 因為華氏 你不一定的 往回家 你 來